最近阅读了两则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 前呼后应 我认为很适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做成一集节目 首先呢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一项数据 这数据反映了外资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负债 在2023年仅为330亿美金 比2022年大跌82% 是1993年以来最低的 乍听之下 可能你认为330亿还不错嘛 但是呢 从过去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自2010年以来 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平均每年2000亿美金左右 去年一下子腰斩到了330亿 这足以凸显出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如何迅速崩塌 而且呢 还纷纷将资金撤出中国 再说啊 这330亿 有多少是真数目 有多少是假数目 有多少是来自香港的 有多少是洗钱 左手转右手的 你们可以自己做出揣测 也就是说 如果根据中国政府公布数据的尿性 真实情况可能比中国外管局公布的330亿 还要惨啊 但不管真实数目是多少了 对外企来说 把钱从中国拿走存在外国的吸引力 比把钱留在中国的吸引力更大 这当中的原因很简单了 发达国家一直在升息 但是呢 中国却为了刺激经济 不断在减息 如果是你的话 也不会傻傻的把钱留在中国 对吧 中国日本商会最近也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 大多数的日企 对于2024年的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乐观 而他们也不愿而同的在2023年 削减了对中国的投资或保持不变 但别担心 中国还有德国 2023年 德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创下了纪录新高 达到130亿美金 这的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个别事件 首先呢 这数字其实只是比2022年高出一点 然后 如果你经营十门生意的话 九门都亏死了 只有这么一门生意 还有一些盈余 你说这是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个别事件呢 无论如何呢 日经亚洲认为 外资之所以会大举撤离中国 除了因为中国的经济低迷 导致企业缩小规模 或退出中国市场之外 还因为中国政府推出的反间谍法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禁令等等 这都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选择离开中国 啊 谢天谢地 总算找到问题的根源了 首先呢 是小日本造谣 然后 就是美帝国亡我之心不死 我相信没有一个小粉红或中华教会反对我这个说法吧 Bat 有一名中国经济学家 不会认同我这个说法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 格隆 最近出了一支影片 很具体 很真实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现状 当然 如此具体又真实的内容 在中国墙内的下场 当然是遭到了全面的屏蔽和删除了 也因为影片被屏蔽和删除 才又让我留意到了这影片的存在 诶 我怎么说 又呢 因为之前那一集说 关于北京如何萧条的影片 也刚好是因为该文章 在墙内被禁的关系 才让我留意到它的存在 这一次也一样 通常被中国官方火速屏蔽删除的文章或影片 它的原因肯定是内容过于真实 不太方便让墙内的中国人了解真相 所以必须尽快全面删除 所以啊 格隆说出的内容 即使不是事实的全部 我相信也应该离事实不会太远了 虽然如此 我还是会负责人的对他提出的数据 进行一些查证或补充 原名为成熟红的格隆 他在节目一开始就开门见山了 说中国的经济 可能要成为孤岛经济 而不得不内循环 他会给出这样的定论 是因为几个关键的外循环数据 都已经出现三个归零的现象了 第一个归零是人归零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 2019年的第一季度 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有370万人 对比之下 2023年的第一季度 只有5.2万人到中国旅游 这个数据连2019年的零头都不到 而类似的数据更是要追溯到 上个世纪的1975年 如果把这5.2万名入境游客 仔细分析 有56%是来自香港的 22%是来自澳门的 也就是说 上到来 只有1.1万人左右 是真正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 我不明白 为什么格隆只计算第一季度 所以我就去找2019年 还有2023年的全年数据来做比较 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 中国迎来了1.45亿名国际游客 而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给出的数据 中国在去年的出入境的外国人 3500多万人次 我们可以看到 这数据可是跌了大约75%左右 当然 如果你天生乐观 好像香港政府那样乐观 你可以说2023年 是中国放开清零政策的第一年 这项数据需要时间去恢复 但格隆认为 这数据意味着中国可能重新陷入无人问津 或少人问津的准风筋状态了 也就好像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样 分别加于这一次不是中国不让别人来 而是别人不愿意来了 中国经常担心外资撤离 其实更可怕的是 客户外商根本不来了 如今他们更愿意去墨西哥 越南 印度 印尼 外资不来是一回事 本来在中国的外资 也在离开的路上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截止去年9月底 在中国的外国公司 已经连续6个季度 从中国撤回超过1600亿美金的总利润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 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 不断在减弱了 再加上中国不断在减息 人家把钱拿走 放到高息的地方 是很正常的操作了 话说回来 中国刚刚又减息就是了 而且还禁止所有机构投资者 在每个交易日的开盘后 和收盘前的30分钟 大举抛售股票 吃醇买不准卖 制造厉害了 而中国股市也迎来了一波大反弹 形势又一片大好了 恭喜恭喜啊 第二个归零就是航班归零 在疫情爆发前 中美之间往来的航班 每个月超过3800航次 平均一天超过100航次 现在呢 中美之间每天直接往来的航班 只有4到6班 基本归零啊 中美航班有多重要呢 中国外贸生产总值 70%的贸易顺差 就是来自美帝国的 格隆 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如今在没有战争 没有瘟疫的大环境下 如今中美两国之间 每天只有4到6个航班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以我个人的意见 这一项归零 有待斟酌 中国放开清零政策后 其实不少航班运力 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但是呢 因为航权谈判限制 以及和俄罗斯相关制裁 导致的航线争议 中国非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 恢复缓慢 中美两国之间 最短的飞行路径 是穿越北极 但是呢 由于制裁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飞机飞中国 就必须避开俄罗斯领空 这么做呢 也就意味着飞行距离 油耗 还有机组人员数量 等等的成本 将会大幅增加 而和俄罗斯合作关系 无上限的中国 中俄两位皇帝的关系 也情比金坚 中国飞机飞美国 当然不会避开俄罗斯领空了 结果呢 就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 也就是我的飞机 飞去你那边 就老贵的 你的飞机飞来我这边 就很便宜 这公平吗 最后呢 出于公平竞争的关系 美国交通部禁止 中国机航空的新增航班 飞越俄罗斯领空 这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航班 恢复缓慢 美国就是这么霸道 你选择不飞俄罗斯领空 又不是我逼你的 但是呢 说到霸道 中国也不成多让 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你的嘞 虽然航班恢复缓慢 但是呢 我相信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尤其是中国现在在各种问题上 已经有对美国服软的迹象了 关于这一点又是另一个主题了 这里就不说了 好了 第三个归零是什么呢 就是最直接的钱归零 这一点和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说外资大跌82%的那一部分 有前呼后应的感觉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第一季度 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 是1012亿美金 这数据来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 已经暴跌到49亿美金了 这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 格隆的数据 只来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 而最新的数据呢 我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 也就是2023年的外资直接投资 比起2022年暴跌82% 除此之外呢 2023年中国完成募集的外币基金 只有8支 而2022年同期呢 是114支 2021年是192支 2023年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 只募集了14亿美金 这个数据和2021年的500亿美金相比的话呢 也是基本归零了 好了 看了以上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格隆说高经济有三大核心 那就是人流 物流 还有资金流 可是刚好的是 人归零代表的就是人流 航班归零代表的就是物流 钱归零代表的就是资金流 经济的三大核心都倒了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堪忧 并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沦为孤岛经济 以我所看呢 格隆所说的三个归零 其实只是结果了 真正的原因 他还是不敢直说 即使没有直说 他和他的团队 还是因此被全面禁言封杀了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政治咯 习近平登基后 对内要国进民退 对外要东升西降 外交方面 他放弃韬光养晦 大搞战狼外交 要民主伟大复兴 把可以得罪的邻国 都得罪一遍了 还要挑战美国的地位 也不是说不可以挑战 可是呢 美国是给最多钱你赚的国家了 你一挑战我 我自然要在各方面压制你啊 结果你的反制手段 却是更进一步和自由世界脱钩 习近平还要莫忘初心 意图举起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旗帜 和资本主义对抗 想要主导新国际秩序 我以前的节目就解释过了 利益的冲突可以用钱解决 但是呢 习近平所引起的冲突 是观念的冲突 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那是不可能用钱解决的 也不可能会因为钱而低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每次用它的市场去威胁其他国家的时候 例如澳洲啊 台湾啊 菲律宾啊 韩国啊 日本啊等等 没有一个跪下的 因为这些冲突是观念 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你用你庞大的市场威胁我 也没有用 最后呢 引起自由民主国家的围剿 再导致经济的萎缩 也只是刚好而已了 本来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中国 最后呢 却沦为一个孤岛经济 虽然现在还没完全是 但如果中国继续在一个 无法受到正常监督制衡的独裁者 以及它政治集团的统治之下 孤岛经济将会是中国的唯一下场啊 就好像朝鲜那样 分别是呢 这一座孤岛的规模更委居大 什么都得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